我看到一篇特别具有讽刺性的帖子 这个帖子这么说 他说柬埔寨婚姻法简直是吃女人 他说我说的就是柬埔寨婚姻法 那么多柬埔寨男人在围剿女性 稍微有点女性觉醒的帖子 都被举报到山了 说是引起男女对立了 真正引起男女对立的 不是制定不公平规则的柬埔寨男人吗 那么多柬埔寨家庭想尽方法也要儿子 是因为知道在柬埔寨做男人太舒服了 有巨大的利益 而这个利益是因为整个柬埔寨默认了 女人没有惯性权 没有继承权 男人是可以通过剥削妈妈 剥削姐妹 剥削老婆 剥削同学 女同学 因为低分录取 剥削女同事 还是低分录用 甚至把重活 脏活 累活 低薪的活 扔给女同事 自己剪最便宜的活 还拿着高薪 从而 男人是通过剥削一切女性 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这个柬埔寨男人呢 无论他娶了什么阶层的老婆都不吃亏 娶穷女人呢 得到了一个免费的保姆 这个卸育的工具 生育的机器 甚至是啊 这个玩腻了玩艳了啊 就可以没有损失的把老婆赶出家门 去武留子 娶白富美呢 可以让他呀 少奋斗20年 还可以得到一个孩子 这个岳父家的财产和帮助 这个二胎呀 半年产假呀 使得这个很多柬埔寨的村庄啊 不敢要求 不敢这个聘用女人工作啊 甚至是啊 这个公立村庄的这个 村委会的这个招聘要求啊 是仅限难啊 甚至是为了招到男人呢 降风录取啊 让很多这个柬埔寨女人呢 在各行各业呀 失去立足之地啊 失去话语权 找不到工作的女人们呢 只能去找更低收入的工作了 或者是索性 流入了啊 更低端的色情行业 满足男性的洗须需要 这个柬埔寨的地铁保安呢 都可以公开场合 八卦女人的衣服 侮辱父女啊 就这种事件 恶性事件啊 从上到下没有道歉 不处理 柬埔寨的婚姻法呢 增加了离婚冷静期 让这个女人离婚呢 比登天还难啊 更是允许呢 这个男性的非婚私生子女啊 来瓜分婚内的财产 并且呢 一方出轨呢 另一方不能去 这个法院去要求离婚 家报呢 也会去离婚 这个柬埔寨的三千多万男光棍啊 找不到老婆 明明是重男性女多女胎的恶果 柬埔寨上下呢 却说是女人要彩礼高的原因 所以呢 取消了 就不说取消彩礼吧 就说彩礼非法啊 这个 如果是这个离婚呢 是可以锁还这个彩礼的啊 甚至呢 恋爱期的这个恋爱花费呢 还可以连本在立啊 这个连这个男性的 男人自己的在内的花销啊 也都算是女人花的啊 然后呢 让女人归还 这法律 柬埔寨法律的一切都是能够得到 柬埔寨法律支持的啊 这个鼓励生育啊 这个三个孕妇啊 接连因为没有这个核酸报告 而被拒诊啊 从而流产啊 最后的这个处理结果呢 是什么呢 啊 还不得而知啊 这个柬埔寨的出生率啊 是越来越低啊 将来肯定是老龄化 怎么样才能提高出生率呢 啊 当然是提高这个女性的出生率吧 说难听点啊 这个没有基纳来的蛋呢 可是啊 柬埔寨的婚姻法啊 明摆着把财产抚养权利益啊 都倾向男性啊 甚至是杀妻啊 从轻处理啊 你让老百姓怎么伤孩子啊 还有啊 这个全社会的催婚啊 这个柬埔寨的老人们呢 一个劲儿的催婚 是真的为柬埔寨女人好吗 啊 难道不是怕自己的好大儿 没有免费的保姆 免费的性奴伺候吗 那些为了这个生儿子打胎的 柬埔寨女人们嘛 嗯 你们真的觉得这样 这个讨好男人有用吗 就你们的亲戚老公 连亲生女儿都不爱 会爱你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 啊 你们都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了 啊 明明我外婆生了我妈妈 我妈妈生了我 但是我们却三个性啊 被三个男性的家庭分割在 三个男人分割在三个男性的家庭里 啊 这个男人啊 通过夺取关心权呢 分裂了女性这个群体的团结 而男性自己呢 又组成了宗词啊 以性同一个性来组成一个宗词啊 把男性这个团体啊 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啊 有组织的团体来碾压 没组织的群体 那不就是这个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吗 啊 不费吹灰之力吗 啊 这个女性一个人 以一起之力 想害得整个男性团体 那是不是这个 啊 皮肤汗大树啊 不自量力 我就觉得这个帖子写的好啊 嗯 大家觉得如何呢 啊